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要适当的考虑一下 是不等得回踩之后再进行加仓 亦或是如果明天冲的太高 你是否要做择机撤退呢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的整体表现情况 应该说今天市场是延续了昨天这种上涨的态势 今天不仅仅是把60天线站上了 而且把前面的高点3174也是一举拿下了 咱们收在了3183点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看下方的成交量 前几个交易日大家一直在担心的就是 如果没有成交量的配合 那这个反弹肯定走不太远 但是你看当突破的时候 其实它自然就有量来了 今天上海市场就有2000亿的成交量 互生两次加息也超过了4000亿的成交量 如果这个成交量能够持续放大的话 是不是这个反弹的行情还能够延续下去 但是走到今天我觉得大家面临一个问题 因为就算之前从3044起来 看多的一些分析 也倾向于说3180 3190 3200这样的位置上 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了 再往上看空间好像没有那么高 现在已经看到了3180附近了 所以如果说真的能再看得乐观一点 3200点或者说3250点 这么几十点的空间的话 那现在你再去进场 再去做加仓的动作 你是不是就为时已晚了呢 但是有一种是我们没法去期待的 就是成交量的变化 今天放量到了2000亿 如果说情绪一旦被点燃了 可能明天就不止2000亿 甚至更多了 如果有更多的成交量进来 那这个反弹的空间可能 哪怕是之前最乐观的一些判断 都要开始修正了 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的 我们来看看今天市场的表现 到底是有没有对于一些乐观的 这样的一些催化剂 有这样一种明显的体现 在下方我们列出了 其实今天市场的涨停加速 也比较高 赚钱效应也比较强 最主要的就是对于有一些 事件催化的题材 在今天的市场当中 开始有所表现了 环保 地方两会聚焦了环保 今天有三只环保类的个股 是涨停的 另外像新疆加水泥基建 新疆的基建加速 今天这个板块当中 就有五只个股涨停 除了新疆的还有西藏的 一或水泥的一些个股当中 都出现了有三连板 两连板这样的走势 对于一些事件催化剂 市场有敏感的反应了 而且似乎也有更多的一种人气 所以到底是能够持续放量 连续的打开上涨空间 还是万一明天冲的太高 没有成交量的配合 当心冲高回落 所以今天我们要问大家的是什么呢 你行动了吗 就是在今天这个市场当中 你做了一些什么 如果说你看到这个突破了 你选择了加仓 你可以在微信上告诉我们 或者说你选择了撤退 也可以告诉我们 或者说你要行动 其实想要考虑的是 接下来怎样行动 我们来看看在微信上 大家的今天的互动话题 今天我们是放量突破了六十天线 您会如何操作 我们给两个选项 昨天还没加仓的 今天看到突破了 但我倾向于应该反弹还能延续 所以我选择大胆加仓 另外一种就是说 确实上面的空间真的比较有限了 你让我现在在这儿 再去加仓 我也承认可能它真的突破了 但是我想要等到它回踩确认之后 再考虑一下吧 这个考虑也是两层含义 一种考虑说看看回踩 到底会不会有踩的深 是不是有更好的一个买点 一会儿说别回踩 踩的太深 可能那个就不是买点了 我们一会儿来看看电视剧 现在观众朋友们会做出怎样的一种选择 也来看看今天请当的三位嘉宾 他们给出怎样的一种判断 今天请当的三位来宾分别是 王列敏 张磊 还有沈亿 欢迎三位 先让王列敏来选吧 你倾向于是做怎样的一种行动 今天其实这个放量的阳线 总体上来说是一个超出 我就对市场来说 是近期来说是超出预期的 那我说从两个围多 我从如果从选项来说 我是选币 那为什么呢 如果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仅看图说话 这个看这个今天放量的阳性来看 其实是要突破的 而且是要加仓的 但是第二个围多 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思考的 就是最近的 在场内的一些投资者的一些 那个关键点 就是叫近期记忆 近期的记忆都是 各股都不能最高 那指数是更不能最高 所以那到底是相信看图说话 还是相信近期的记忆 那我觉得从目前来看 从我自身的角度来看 我建议还是那个近期的记忆 这个占比更重 所以我觉得那个选币 但是不排除啊 就是说大家往往在 形成这种思维惯事以后 也会被整个就是市场 所所所所谓的答应 反复的教育 对对对对 我觉得但目前来看 但A选项里面有大胆加仓 大胆加仓在 我觉得在近一两个月之内 这个起法是比较 我觉得也是比较就 激进了 对对看这个 我觉得就很多的场内 在玩的投资者 觉得大胆加仓 在连续的那个两天的 阳线以后大胆加仓 好像是觉得 从近期记忆会教育你 大胆加仓要吃亏的 所以说我觉得 今天是个很矛盾的 今天这个K线 也是个关键K线 特别是带量 接下来我们会说 这个量的意义啊 但我觉得从选项来看 还是 我更多相信近期记忆选币 好 这个近期记忆 你指的就是说 其实确实一之一拉 我们就看突破了 你觉得他应该连续涨 结果他冲高回落了 是吧 你看这好像守不住了 可能要破位了 好像又被拉起来了 对 所以这个市场就反复教育 教育你之后呢 你就开始有思维惯性了 你就认为说 大涨你是不能追的 大跌你反而能买的 但是往往人性呢 它很难真的做到 涨不追 跌敢买 对 刚才复盘看看那个图啊 我觉得这个从 那个上阵子说 日K线来说 非常漂亮的突破走势嘛 而且是稳稳站上 带量站上六十天线 理应要上涨 对 但是近期记忆 会影响近期的一些判断 好 那为什么刚刚王立敏提到 是近期记忆呢 其实还有关系 就跟成交量有关系 以往呢 就是成交量 如果能够持续的放量 连续的放出来 有人愿意在这进来 甚至追进来的话 那他可以连涨 但是万一说 这市场的成交量 可能不具备这样的一种条件 今天已经放到了 两千零九十七亿了 明天还能放大多少 这个要打一个问号 我们来看看张老师的选择吧 张老师倾向你怎么选 从我自己选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 现在整个市场 用三千多只股票了 其实所谓的看指数来做 那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 那么如果说一定要选 我觉得A和B都其实可以选 那么所谓的都可以选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从图形上突破 那么这一点 那如果说我们去看那个香港的 这个恒生国旗指数的话 它的突破更明显 那么意味着什么 就是我认为就是说权重这一块 我认为应该是大胆加仓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二这一块 那么至于八的这一类 小市值的 或者以创成值为所的中小版 创业版 那么我觉得现在已经不适合 再去做这种什么大胆加仓的动作 更多的应该是等它回踩确认之后 那么再来做一个封闭的布局 那么这个是我觉得 从更实际一点的这种操作的角度来说 针对不同的个股的一种选择 好 也就是说在您看来 如果大的还能够继续长 那对指数是乐观的 但是大小之间要分化 对 是吧 就可能资金又被大的吸引进去了 对 因为这几日我会感觉到 就是市场明显中小创更为活跃了 对吧 赚点效应也提升了 但是确实在今天的尾盘的半个小时 是中石油 把指数又重新拉上去了 所以大家看到3183点的收盘 所以张老师倾向于大的 更看好一点 小的等回踩 来看看沈老师 沈老师从节前就已经乐观 所以我不知道从3044就开始乐观 一直到现在 但是觉得上面还有空间吗 你觉得是怎么选择 应该还是坚持在此前的一个判断 上面空间还是有 周线节辈的反弹还能维持个几周 大概目标位还是此前的目标 3250 那么从短线来讲的话 一个大胆兼仓 那个事我们是节前就做了 现在不能大胆兼仓 现在应该是怎么做 我们可以把今天 我带来一个上证指数的 五天的分时走势 我们拿出来看一看 来解读一下这两天 到底市场在做什么 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节后的五个交易论 前面几天 其实在进行一个箱体的整理 那么箱顶的高度是在3159 那么箱顶是昨天采出来的3132 那么整个一个区间是27点 那么在昨天 昨天尾盘突破了之后 回踩了一下之后 那么今天直接往上攻 完成了一个什么呢 完成了一个翻箱体的动作 这个箱体非常的标准 又正好是一个新箱体 又是27点 3186减掉3159 正好27点 那么我认为呢 在一个新的箱体 构筑完成之后呢 在这个箱体里面 还得运行个几周 因为最近一段的行情呢 就是日线几倍的调整呢 我是昨天 昨天中午的时候 在有看头上我发了 我说日线几倍的调整结束了 接下来震荡上行 上行上了一个台阶这里 需要进行一个回踩 那么其实从今天的走势 我们来看 似乎如果从K线上来看 非常完美的一根阳线 但是如果我们再从 今天的分时图来看的话 里面有些蹊跷 我们看到了 盘中其实已经有回踩了 好 稍后来跟我们说 你觉得有哪些蹊跷 是吧 您刚刚也说了 其实翻了一个箱体上去了 但是今天也放亮了 为什么不能直接拉出去 一会儿来说 所以按照陈老师的 这种选择来看的话 现在也不能大胆加仓 你要等回踩确认之后 再来考虑 好 一会儿来看看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更多会倾向于 哪一种选项 咱们简单了解一下 今天市场的表现情况 最好的就已经连续两天 市场是全线飘红的态势 上阵指数 0.51%的涨幅 收在3183点 中小版0.48的涨幅 创业版0.55的涨幅 各个主要指数来看的涨幅 今天是比较平均 相差无几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成交量 你看今天是明显放大了 4586亿的成交 我之前都是在4000亿之下 但实际上在2969起来之后 大家会经常看到 那一波是有增量的 但是随后调整的过程当中 其实缩量也就是缩在 4000亿左右 那是一种常态 然后直到过节 你会看到 3000多亿 甚至2000多亿 现在刚刚回到4000亿之上 后面还有没有持续的量 能够进来 来看一下涨停加速 今天是继续增加 68只个股涨停 而且连版的个股的加速 有所增多 跌停的加速只有一家 赚钱效应70% 77的赚钱效应 下跌的641家 上涨的2136家 从今天的赚钱效应来看 没有昨天的这种 全面红盘上涨的背景之下 赚钱效应略微的低一些 咱们来说一说 今天的关键词吧 放量突破 这放量突破 刚刚几位都提到 这个市场走势上看 技术上看 确实形态很好 放量突破60天线 打掉前高2000亿 但是呢 就像房立敏说的 从这个记忆上来讲 或者从情感上来讲 又不太相信 他会连续的拉升 你觉得你最担忧的是什么 是成交量不能配合 还是说可能 这个没有领涨的主线 亦或是其他呢 因为大家回想 其实这个 如果在时中 不会到昨天 中午收盘前的话 整个市场还是处于 原来之前的一个态势 真正市场最近热起来 包括昨天这个阳线的 这个主要的那个 功劳还在于下 昨天下午的一个拉起 包括今天的 继续的一个收阳 那总体上我觉得 一天半时间的一个 成交的一个活跃呢 我觉得对前期的这种 冷清的这种 这个格局大趋势呢 我们不能说完全确认 已经突破了 这是第一点单忧 第二点单忧呢 其实今天好就好在 是放量 那这个放量 对啊 就是它中间 我觉得可以简单来分析 展开分析一下 今天这个放量的这个前提 是在昨天 其实很多的媒体 也报道出来过 就是说 整个目前A股市场 已经冷清到了一个 相对的极致 5000万的一个持股的账户 加1000万的交易的客户 活跃的投资者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 在整个A股市场来说 我觉得在目前这个体量 经过前期的大牛市 然后回调以后 这个来说 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 相对比较 这个就是冷热来说 已经到了冷 到一定的极点了 大家想 1000万在做成 在做交易的客户里面 其实大家对 那个前期的热点 这就很顺理成章能解释了 前期的热点 为什么涨不涨不上去 因为为什么高抛低息 追涨就会被套 因为大家里面的 这个交易的这些 投资者的这些品性 包括那个他们的习惯 决定了这个市场的 波动会越来越小 另外一方面 大家只想 今天放量 散户是 那个开户数 包括户数跟交易户数 为代表的 这些说明散户的 一些活跃程度 已经冷到了一个极致 但是这两天 放量的 包括就是上涨 比较凌厉的一些 权重品种 我觉得这两天上涨 主要的一个资金 我个人判断 会是一些机构资金为主 所以他们在主导的一些 那个指数的上拉也好 权重板块的 那个集体的 相对的一个强势也好 其实跟散户来说 我觉得是 某种意义上 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那如果说有机构资金 所谓的增量资金吧 或者说是 哪怕之前存量的回补了 是吧 哪怕他们回补了 自己的仓位 然后走出了这样一种走势 那不是应该更乐观的 去看待吗 有人去发力了 有人去推升这个市场了 有行情来了 那你不是应该更坚信 这个行情吗 对 所以说我觉得 就刚才成交量的 这个细分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 是看后市的成交量 能不能持续 有可能是根据 因为节前我们知道 很多公募基金相对的 它的一个发行速度减慢了 节后又重新恢复发行了 它为了配 有些配权重指数 或者配置的一个需求 它不得不在 节后的几个 比方说一两个交易 一两周的交易 就是交易周内 去买足够的 相对的一些权重品种 那我觉得这有可能是一个 就是十点的规律的因素 你觉得买这些品种 是为了打新股是吗 不是 就是因为它 它前期就是 节前的一些那个产品 那个销售 募集的一个进度放缓以后 节后它重新恢复正常以后 募集到资金以后 它需要配置 所以说我觉得 那后一会有可能要带观察 因为大家想 散户的一个集冷状态 不可能短期改变 那现在这两天的放量 更多的 我觉得是一些机构的 一个资金 包括有可能公募 包括一些那个 就是他们会有引领 但它的持续力度 我觉得这是第二个疑问 第三个呢 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 真正的 就因为 就从相对低点 到目前已经 巧无声息的 反弹了一百多点了 那我觉得这个来说 市场自然的 如果还是新增的 局部新增 我们就是这个因素 排除以后 如果还是一千多万的 这个厂内的投资者 在做交易的话 习惯的话 还是会延续之前的习惯 所以综合几个因素来看 我觉得 这两天的放量 更多的是一些 事件性的一些 比方说资金 重新募集好以后 需要配置的需求 真正的推动市场 我觉得一千万交易者 在市场内交易的 短期之内 很难会恢复到 两千万三千万 那我觉得 在这个前提下 我觉得市场 还是更加会相信 之前的一个近期季 就是你觉得 这两天的这个放量 不是原本市场 本身的这些人 是吧 对 那就换句话说 那不就不是原来本身的 那不就是增量了吗 但是如果说有了增量 你又不太确定 它能不能有持续性 对 我觉得对增量 这个我刚才说的 有可能是一个 事件很短期的因素 但是如果说 真的有了增量 那存量还怕什么呢 那存量还会不动吗 我不知道 但这个到底是不是增量 你这个还不好说 对 你已经刚看到 对 还有一个我就 根据那个技术图形 我可以再来看一下 因为之前 那个在春节前的节目中 我也就是有一张图 画了两根线 目前来看的话 还是继续有效 而且指数的这个K线 都在这个区间里 不断的 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那目前来看的话 上证指数 它是运行到 这个通道的上轨了 所以说我个人判断 两种可能 第一种 它遇上轨 它要回落 所以说我个人判断 选币 它就前期会有回调 前期的一个压力 这个上轨的压力 会回调 第二种可能性 如果明后天 或者说明天跟下周 带量的突破了 站上了这个通道的上轨 那就重新开启 画一个新的大K线 那就是另当别论 那就可能行情的这个性质 包括有个人说 增量资金 真不是小打小闹的增量资金 而是有准备的 重长线有源源不断 资金支持的一些增量资金 所以换句话说 你要在观察两天 是吧 在观察两天 成交量的配合 在观察两天市场的这种 上涨的持续性 以及上涨的力度的 力度的 市场的表现 我们再来看看张老师吧 张老师觉得 对大的更看好一点 对小的偏谨慎一点 如果大的更看好 那是说指数性的行情 你看得比较乐观吗 对 从主板这一块来说 现在肯定是占主导的 那么首先一点 刚才也提到了 一个几个先行的问题 那么记得在节目里 我也一直提到50指数 那么如果说 从主板指数来说 我们还是可以参考50 50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从3044件 到时候打起来之后 它率先收复的 就是12月15号的 这根大阴线 那么如果说 短期主板这一块的 压力在哪里 我倾向于 它也会复制50的 这样一个趋势 就是说去尝试回补掉 去年12月13号左右 这一根大阴线 那么这个阴线 开盘点位在多少呢 在3233 那么也就是意味着 我认为 在短期有可能 它继续会上攻 接近3233 这样一个位置上下之后 那么才会形成一定的 这种短期的震荡回落 那么这是从主板指数的角度来说 另外一块 因为其实刚才我也提到了 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 这个恒生国企指数 因为它历来 我觉得最行情 也有一个先行的一个作用 而且它受外界的 这种干扰比较小 那么它已经很明确的 这两天向上放量突破了 那么本身也说明 这些权重 那么我未来 我觉得是一种资金看好的一个方向 那么当然这个只是一种参考 所以我刚才也提到了 如果说要积极加仓 那么我觉得 还是先考虑主板权重这一块 那么从个人的角度理解的话 我觉得更多的利多 应该是来源于 短期我觉得60天均线 还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那么细心的投资者 去可以看一下主板指数的年限 年限从春节前一周开始 已经走平拐头向上 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 中长期看多的一个信号 那么作为投资者 也可以耐心的去比较一下历史 一旦年限拐头向上 那么它所产生的 这样一个中期的预期趋势 它最终达到的一个高度 会偏离年限多少 那么投资者心里 也可以自己去比较一下 那么这是我觉得 对中期一个 继续保持看多的一个 一些技术上的一种看法 那么短期刚才也提到了 在主板指数 有可能收复了 12月13日 这根大阴线的开盘点位之后 它会有所震荡 就像50一样 那么收复了之后 它有个小彩的 拉回动作 但是再说到 如果小板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就有可能 跟主板不能同日而鱼 好 小板一会儿您来说 我先问您这个主板的问题 因为您刚刚说 您倾向于主板 就是上阵指数 可能复制的是 上阵50的走势 因为上阵50 确实是先行的 就至少它是先打掉了 相当于主板3174的位置 我们是今天刚打到 所以你觉得 应该还有进一步 上涨的空间 理由呢 刚刚您提到了 咱们的香港市场 恒生中国国企指数 确实我们最近在节目当中 也看到了香港市场 恒生指数也好 国企指数也好 走得很强 至少比我们强 但也有人说 这个强是什么 其实就是从开年回来 很多的资金都南下去了 都跑到那边去了 本来我们市场 现在资金就不是特别的充足 加上整个的货币环境 再加上利率上调等等 都会有这样一些隐忧 而看到咱们隔壁 香港市场这么好 而且连续上涨 成交量都过去了 你说我们这边是 能有资金更多的关注 这种逻辑呢 我觉得是比较占市场主流 但是我觉得 一直是站不住脚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说站不住脚 今天的走势 就告诉你们不缺钱 如果他们认为缺钱 那今天2000亿怎么出来呢 你觉得2000亿够推升指数 不是说我觉得说够推升指数 就是说我们的市场 我一直说盈利模式 大部分人都是追涨杀跌型的 他只有看到涨 他才愿意买 越跌他越不买 就像现在 3044那时候怕怕不敢买 现在莫名其妙 一百多点涨上来 他反而放量了 什么道理 其实市场永远不缺资金 缺的是上涨 你只要往上涨 成交会不断地放大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说大部分人允可去追涨 他也不愿意逢低买 否则你说按照刚才 说的这个逻辑 那么没钱没钱 今天不应该涨 今天也不可能放量 那么这个量怎么放出来的呢 至少这2000多亿的量 是今天有人买了才放出来的 那说明什么呢 还是愿意追涨了 对吧 如果说前几天 刚过完年 开节那两天 3130 3130 3140 这地方盘整没放量 还比现在点位低 为什么不买呢 没涨 没涨所以他不愿买 涨了他才愿意买 这是我们大部分的操作逻辑 所以说我也认为 就是说市场 只要有持续性的上扬 成交会不断地放大 历史的走势 我们也可以看到 往往都是在上扬的过程中放量 真正下跌的时候 不会放量 这就是先有鸡 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您刚刚觉得说 这个涨了之后自然有资金 那你没有资金的推动 哪来的涨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对吗 但是我刚才已经说了 那么前几天也没涨 那成交为什么不放大呢 就像你说的 你没涨所以他没量 所以说它是一种追涨的模式 就是说今天涨了 看到突破了 那我愿意有资金进来 恒生那边涨得更好 国企涨得更好 那既然按照您的逻辑的话 是不是应该去更好的地方 资金就去了呢 应该会 但是它还是有限制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市场的 大部分的中小投资者 是没办法去参与港股的交易 对吧 毕竟他深港通也好 护港通也好 有一定的门槛 那么从刚才王烈敏说的那个数据 中东的数据来说 我们大部分的投资者 有可能他就是不符合这样一个条件 那么他只能在我们这个市场 做一定的参与 对吧 那么当然从数据也可以看到 大部分的中小投资者 已经退出了这个市场的参与 就是说持仓账户数是逐越的降低 那么其实这些所谓空仓 或者清仓出去的账户 我认为都是未来的多头 那肯定是 所以说这个市场 我觉得要缺资金 这个逻辑是不存在的 有那么多未来的多头 拿着资金在等 再等行情 那你只要有行情出来 不是都是做多的吗 好 稍后回来 我们再来看看沈老师的观点吧 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来参与今天的调查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听听沈老师的观点 沈老师刚刚给出了观点 觉得咱们这个箱体震荡 是吧 就不会连续地拉出去 是吗 为什么呢 今天其实今天盘中 我们已经看到过1.7桥了 其实我们那个大屏幕上是 今天是放量突破 对吧 那么从今天的最终的一根 K线来看 确实是一个放量突破 但是盘中的分死走势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的 早盘一波拉起来之后 建到了今天的高点之后 开始逐波的回踩 回踩到两点半的时候 踩到了今天的一个地点 3172 大概3172还是3173 这个位置的时候 中国石油 中石油开始拉升起来 今天的指数 收出这根漂亮的阳线的 最大的贡献 来自于中石油尾盘的 这个半小时 那么如果说 我们把这个尾盘的中石油 拉起来的这半小时 这一部分的涨幅去掉的话 还是不是放量的突破呢 我们可以看看 如果说今天放了量 突破过3174了 又失败了 回来了市场的情绪 还能像现在这样乐观吗 对吧 如果说今天放了量 滞涨了 只有涨了三五个点的话 还会形成一个 放量突破的这样一个观念吗 所以今天 最终是靠着中国石油 尾盘的拉升 来维持着这个市场的 这个形象 所以今天的这根K线呢 说实话里面 掺了一点水分 那你觉得为什么 中石油要拉升呢 它要形成这个概念 今天是放量突破了 然后能有资金在进来 所以你觉得这是假象 优多是吗 这是水分 我不能说是 这是水分 但是这里呢 有一点点是优多的嫌疑 但这个优多 在目前这个位置的 这个优多呢 相对的来说 还是比较良性的 就像昨天去回踩一个3132一样 它是让产位原先 还想进来的资金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位置进来 所以我认为呢 接下来的行情呢 很可能今天不能下来 但是不代表明天不能回踩 明天回踩的话 大家认为是突破之后的一个技术性的回踩 这个可以接受 而今天如果回下来的话 今天是叫突破失败 所以这个理解就不一样了 所以从这个走势上来看呢 我们可以 这个里面啊 看到一个 不是 还是这张图 这张图一个蓝框框 就是前几天的一个走势 就是二次明天 再往上公公 摸一下今天这个高点 然后你再回踩 回踩一个箱底 那么市场上呢 基本上也认可 你即使是回踩一个3174 也可以 你回踩60天线也可以 你即使回踩 原先突破的这个箱顶 3159 也可以到这个位置上的 反而可以吸引资金 来进行路长 所以这个行情呢 就是显得会显得比较慢 为什么慢 就是我说了 这个周线级别的反弹呢 还能走个几周 但是呢 高度呢又是有限 对吧 离现在的这个高度 只有几十点 所以不得不 震荡的慢慢的走 那么然后走完之后呢 我和张磊的观点呢 可能是有点区别 我认为这是 周线级别的一个反弹 但是月线 还是一个调整的一个过程中 所以还会去 对此前的这个3144点 还得去破 3044点 3044点 还得去破 因为其实目前 还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 刚才大家谈到一个资金量 资金量现在靠什么 刚才李婷很精彩 到底是先有机 还是先有弹的问题 对吧 如果你要航行起来 那么靠现在只能产内的存量 存量把航行做起来 才能够吸引产外的资金进来 现在的问题就是 今年有没有这么多的钱 市场上的存量的那一部分 是不是对后市比较的乐观 愿意在这个位置 发动一些行情的 所以这个呢 都是有待考证的 而从目前的资金面 大家所看到的消息 今年对于宽松 我们是不敢太预期了 而且IPO的速度 也不会大幅度的减慢 资金方面 可以从再融资这一块压过来 更多的照顾到IPO 但是IPO的速度不会减慢 这对市场 二级市场本身 始终是一个压力 所以呢 就这目前一个 整个一个格局来讲 而且我们还需要一个维稳 而且还需要很多 不确定的因素 我们还在防范 所以呢 对于上半年 整个一个趋势呢 那你看 我们叫什么 放量突破 才有了今天的关键词 哪怕明天回彩 叫做什么 突破之后的回彩 是吧 都觉得是良性的 所以今天有一点 水分的成分在 但是你刚刚相对看的 比较乐观 也认为可能会比较流畅 你怎么看 首先一点呢 从这两天的上扬来说 盘中本身这些权重 是互相之间的轮动 所以说你也不能说尾盘 那这个中石油推起来 就是一种所谓的造假 因为毕竟我们可以看 中石油的走势 它前几天已经连续四五天的 这种回落调整 应该也说比较充分 那么再想到 我们这两天 其实盘面 我们看到启动的这些权重 本身就是轮掌 那昨天从军工 券商 联通 对啊 然后到联通 那么今天早盘 我们看到的是 中字头的大基建 那么包括后来的一些钢铁之类的 那么也有可能 它明天又轮回去 轮到梁同油 就是什么呢 就权重板块 它也不是集体一起发力 它也是说 一两个板块先涨 一两个板块再整理 那么涨完了 整理一段 那么新的整理完了再涨 所以说它也是一种良性的互动 所以说明天我觉得 谁涨 我觉得倒不是最关键的 关键的是量 因为如果说这个地方 能够持续地继续向上拓展的话 我觉得量能还需要配合 温和地放大 你比如说明天有个 再放大个10% 或者15% 那么这个是比较良性的 那么在这个位置上 我觉得至少不能缩量 因为缩量的话 就意味着短期 它会进入震荡整理 我先不说它有回落多深吧 因为所有的一些均线 现在基本上全是多头的排列 那么你要说 靠现在这种量 我们就算它放一点量 是往下走 那么这些均线 要一几全部突破 我觉得也比较难 尤其我刚才提到 在更下方一点的 3015点的地方 年限都在拐头向上 那么这个都是支持多方的 一个积极做多的一个信号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位置 那么投资者可以说 应该这么说 就是说更倾向于 刚才我也说了 就是持股待涨是比较好 好 关于这个 我们其实之前一直有讨论 就是市场的这个主基调 到底是在哪 其实从应该说从节前 大家更多地看的 其实还都是上证武林 上证指数 就节后回来这两天 相对来说 小板可能更为活跃一点 但是你看在小板活跃的过程当中 确实大的也没休息 确实大的就是在轮动 这上证武林当中的品种 它可以不断地去切换 不断地去轮动 所以是不是这个主线 还应该是放到主板当中去 主板可能才是一个 上涨趋势的延续 而中小创 它就是一个超跌的 之后的一个小反弹而已 我们来看一看 王立敏的观点 你怎么看 我刚才也在听在想 其实目前任何一个市场 它都是一个大的系统 那就关于什么热点会涨的话 我的观点是 什么资金还什么样的票 特别一些大资金 它更多的配置 无论从流动性角度来说 它更多会配置一些权重 是无可厚非的 而且从一些 因为三月初 全国两会即将召开 从目前这个节点 按之前的惯例来说 现在到三月初 这个节点上 应该是会 也是一些题材也好 相对一些政策预期也好 市面市场上 都会有所反应 另外一个 小票谁会 和哪些资金 会去把它点燃 从底部来说 逐步抬高 那我觉得这个来说 其实我猜测 有几个方面的条件 第一个其实 大盘权重要稳住 它才会起 第二个其实 某种意义上 在小票里面 需要有一些认为 它里面 就这波下跌 过程中 很多的一些 好的 有成长性的 小票也被错杀了 然后他敢买 第三个 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 就市场 就从投机博弈角度 来看的话 它还是会做一个 就是 就大家一致认为 要涨的时候 反而涨不动 因为它阻力最大 什么阻力最小 大家其实 就可能就是 所谓的阻力最小原则 就是大家认为 炮盘也少了 但同时 一点点买盘 或者说 放量不要放得 特别大的时候 这些板块都能起来 而且能够吸引眼球 这就是一个 鸡和蛋 但可以 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一直在 就是一对矛盾嘛 那同时我觉得 谁能够巧妙的 在一个合适的时机 合适的一个节点上 把一个板块给点燃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用巧力的问题 所以说 我总体上觉得 市场目前运行到现在的话 在三月初 这个到目前 这个阶段过程中 还会是一个 主基调 还是会一些权重为主 那我判断就是 这个逻辑的话 就是还是会一些 一些先知先觉的 大资金会继续的配置 或者继续的 所谓的抄底 那小票的话 更多的会是一些 油资来买 即使中间 有些好的 权重的小票 那其实大资金 也会关注 但是毕竟是少数 真正的 中小创能够 回暖起来的话 那我觉得目前来看 时间还过早 不是说它不能起来 那我觉得时间节点上 还是顺应这个 短期的事吧 现在的事 还是在权重里面 对真正的 你想我刚才说的 几个条件 真正大家到时候 如果关注节目 关注媒体的话 都能看到 这个12345 这个天时地利人和 都起来了 那小票自然会起来 大家不用担心 小票会踏空 小票太多了 就这个我觉得 这个现在的 这个操作心态 可以略微的 那个有点耐心 放轻松 其实这个对 目前的一个事 还是聚集在 权重的一些大票上面 好 就在你看来 还是大票 你刚刚说到 是因为一些机构在 比如说配置大票 配置 对 就是我不太理解 就是他们配置大票的 意图是什么 是因为看到 未来的空间 看到指数性的空间 还是说是有一些 什么样的 就很简单的道理 因为这个就是 行业惯例 比方说就像 一月份信贷 肯定是所有的 月份中最高的 那其实 月份募集的一些 公募产品 包括产品的募集 很多是去年末压着的 没有时间募集 或者说各种原因 拖到现在 一月份 一二月份 春节前后 募集完成 那公募基金 它有一个最低仓位 要求限制 你募集到前以后 你必须要配 按目前这种惯例 包括之前的 所谓的市场的 习惯来说 它更多的 还是会买大票 所以说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 世间性 或者说节气性的因素 好 我们再来看看 沈老师 沈老师怎么看的 小的东西 中小创 你的观点是什么 应该就像前两期节目 所讲的那样 我现在认为 更多的机会 应该是在小票中 那么其实道理也很简单 小票 我们一直讲 就是机会是跌出来的 小票在整整 2016年中 已经跌得够惨了 那么从我的技术指标来看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一个 月线级别的一个调整 已经基本上结束了 那么从幅度上来讲 也基本上可以了 那么此前给的目标 1800点 这次也是破了一下 1783点 对吧 破了一下 基本上在这里 有一个震荡柱底的 一个迹象了 所以未来 在震荡柱底的过程中 其实市场本身 有一些分化了 就是创业板中的一些个股 开始出现分化了 一些率先强势的 走出来的 那些票 可能是未来的一个机会点 那么有一些确实是 比如说固执比较差的 成长性比较差的 那确实还应该是 被市场继续冷落的 那么至于从大票方面讲吧 说实话也很简单 现在基本上 所有的眼睛都定着大票 大家都知道 婚改 国企改革 军功 一带一路 对吧 都知道这些东西 到底该怎么做 到底有多少钱来做 那么刚才我们也讲到过 2017年本身资金面上 我们不期待有太多的宽松 那么如果说只是存量的话 那么有限的资金 如何来提高它的利用率 那么当然小票上相对来说 更加容易来获得一下 对吧 那么使得整体来讲怎么讲呢 就是大票中不排除 相当一部分的个股 不排除还有资金开始 逐渐的腾挪 就从大的腾挪到小 对 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把创业版指数的一个分 连续分时 10天的连续分时 好我们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稍后给我们详细来说 就是最近创业版 这10天的分时走势 你觉得是一个上升步道 对 转慢增大上行的 这是一个底部的 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 所以这个信号已经告诉你 你倾向于现在是在酝酿着风格切换 对 理由就是一 创业版跌的确实很多了 月线级别的下跌 你觉得已经完成了 所以可能反弹的空间也好 可选的品种也好 应该还是比较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对 是吧 好 我们稍后来听几位 对于在具体的品种当中的选择上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听一听几位 对于大家在操作上的建议 既然也说到了 整体的操作思路 不是让大家去大胆的加仓 但是如果说有回调 或者说不同的品种的话 你的操作策略也是不尽相同的 我们就先来说说 如果回调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品种 是几位的首选 刚刚是沈老师 沈老师那你接着说 其实如果说回调的话 从上证指数角度来讲 我认为这波回调 大概是到3157左右差不多了 那么但是我更看好的是小票 小票就是由于现在这样的走势 它走的应该说是比主板还稳健 对吧 底部是逐渐的抬高 那么它的回调幅度 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 那么极端的看 我认为如果值得我加仓的位置 应该是在1893点 那么所谓激进一点的话 1903点也就差不多了 那么它上面的空间能有多大 那么短线我们先可以 从创业版的日刻线上我们来看看 前期有过一个小平台 小平台的下沿 应该是去触碰或者去触摸的 那么现在其实有一批率先 动起来的一批票呢 已经是越过了这个小平台了 那么接下来呢 创业版指数也会随之 去先去碰那个下沿 下沿大概是1950左右一带这个位置 那么接下来客服这个小平台 到达2020是这一波 首先在第一波的一个 创业版上涨的一个目标位 所以我认为还是创业版的 相对来说空间是要比主板来得更大一点 哪怕就是你把它当做反弹看 空间也比主板的预测来得更大一点 你更看了中小创 我们稍后来说品种 那来听听张老师吧 张老师怎么看 有可能短期我倒是反而跟沈老师的观点 有点相反 以创业指为例的话 我倒反而认为创业指的短线上扬空间 已经相当的狭小 就是以沈老师刚才说的 这个创业指的前期这个小平台来说 那么我认为这个反弹的目标 大概也就在接近这个平台位置 最高也就在这了 差不多就是因为它的结构不一样 小版创业指它是一个整个 我一直说从去年开始四季度开始 它整个一个均线系统进入空头排列 它是一个下行趋势 而且投资者把16年的创丞指走势打开的 它是一个收敛型的三角形向下破位 打破了所有的一些中期均线之后的下行 那么目前来说只是因为超跌 它做一次反弹的修正 那么一般像这种反弹的修正 拉回到20到30天均线附近就差不多了 那么30天线目前差不多 也就在1920几点 那么再加上前期这样一个小平台的压制 这个小平台的下沿就是1930点 所以我倒认为创丞指短期的一个空间不大 另外一点既然是反弹 对量能的要求是更要高 它一旦说量 它这个反弹随时就有可能夭折 那夭折我认为短期创丞指 极有可能就再去会考验前低 那么前低当然不一定去跌落那个位置 1783 但是有可能它会往那个位置附近去靠 比如说再回到1800左右 所以刚才在上来做选项的时候 我也说了 针对这些小市值品种 8类的个股 那么现在哪怕主板主数突破了 你不要急于去买 你等它这个拉回来的时候 你再去看 它是不是真的在那个位置附近 稳住了再去介入 而相反作为一些大市值的权重 我认为已经走在上升通道中了 那你现在一些大市值品种 目前位置不高到 现在就是应该积极加仓 那么你等它再向上突破 你再去加仓 那只会越买越高 那么这个其实从去年 四季度开始投资 应该是很明确地可以感受到的 你一些大的品种 你越是不买 它越是慢慢地重心上移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所以说 这还是要区别对待 所以说这两块 我认为目前大的 现在还是主攻的方向 那么还是要积极地 有机会就要去加 那么小的我觉得 机会还没到很成熟 那么什么时候创成只能够 把这些均线系统 中期均线全部能够收复 能够调好 那么我觉得它才会有大机会 那目前只是一个反弹 那么反弹我刚才表达了 空间短期有限 所以投资者也要注意一下 主板的空间你看得比较高 所以觉得大的回踩之后 是加仓首选 对对对 至于小的到底加或不加 其实更多的倾向于 其实你就看看就好 是吧 对等它回来 并不是说特别合适 因为现在既然小的 大家都认同是个反弹模式 那反弹结束之后 它一定有回踩的动作 那么等它回踩的时候 你再去考虑 其实大家现在看的就是说 其实你看创业版 是1783开始反弹 主板的是3044开始反弹 其实这一波 大家都是同步的 对 这波同步完了之后 现在就要看的 就是回踩之后 后面谁的力度 可能会更强一点 就是大家希望能够 在这波的反弹的过程当中 可能能够获得 比较好的一种收益 实际老师是倾向于 回踩之后再反弓 中小创的空间 会更大一些 对对 是吗 张老师倾向于 就是再反弹 就是上证50也好 上证指数也好 这些品种的空间 更大一些 我们来看看王立米 王立米刚刚从 主观的判断 也是倾向于 还是主板当中品种选 对对对 那我觉得就 很简单 大小的这个直选 就大的现在正热 小的还未到实际 你说到正热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今天的热门板块 到底热是体现在哪 看一下 刚刚提到一些 新疆西藏水泥基建 确实这一批 可以理解为 算是一些大的东西 毕竟它不属于中小创的 环保 今天这三个是涨停的 次心股 这个是开板之后 还能够涨的其中 还有一些就是资金追捧的 如果是资金追捧的 其实更多的应该算是一种 超跌反弹的性质 当然也有 能够连续几个板的 也会有 所以你看 现在这种资金的 主要进攻方向 从热门板块来讲 你倾向于还是大的吗 对 那其实就可能 就中小创跟那个主板 这个是一个板块的一个 就是相当于 所在市场的一个区分 那更多的 目前来看的话 我刚才说的 由于全国两会 即将召开的一些因素 包括政策 吹暖风的一些因素 所以说这些基建 包括区域振兴 混改 地方国资改革 还包括一些 那个就是军工 这些我觉得 其实所承载的票 更多的会聚集在 就是传统的上证的主板 加深圳的主板市场 就600跟000开头的一些股票 所以说我觉得 目前就我个人判断 目前的一个操作的 一个主导思想 就是说也不 也不就是论出身 你是到底是002 开头的还是302 更多的是 以这些事件主题来 概括一些主题 最近操作期待比较难 虽然昨天下午到今天 总体市场上证指数 包括指数上来看不错 但更多的 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 相当于是节奏上的操作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像今天上午 我在那个锦囊中 因为长期 前段时间因为没怎么做 那其实行情也不大好 那今天上午我一看 好像应该稍微动一下 那其实就选了一个 因为今天上午同时 水泥一边在 当时震热的时候也在涨 那军工呢 是昨天涨过 今天上午是略有回调 的情况下 那我今天在锦囊中是 那个就是模拟 买入了两个军工股 那其中缩盘以后呢 一个基本持平 另外一个是 我买入的时候是大概 没怎么涨 后面是缩盘是涨停 这就举个例子 就说明其实 总体操作上 还是有一些 轮动的一个节奏 所以说也不分 002开头还是3002开头 但是主流热点 很明确的 就是倾向于是这一类 从结果来推导出来看 目前主战场 还是000开头 跟600开头的一些主板 那所以说我觉得 其实厂内资金 在1000多万 在目前还在交易的资金 其实都是滑头 而且都是身经百战 所以说 他们的一些 那个思路 包括他们的一些操作习惯 是主导 就未来 就是热点 到底能不能持续 除非有大量的新增资金 新增资金 它的玩法 跟厂内的又有不一样 那我觉得 这个来说 目前市场总体的操作难度 还是有 基于一些老热点 建材水泥加军工 只要它 从大的结果上 还没走完 那其实中间 还是可以一直做波段 因为厂内的资金 喜欢做高宝地席 那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 目前一个 相对比较可取的 一个操作思路 稍后来 我们再来看看 另外两位 在具体评种上面的选择 也看看大家 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投票结果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先来给大家抽奖 可以抽取一位幸运观众 获得由非科智能电器 为你提供的 精美奖品 我们请大部分滚动起来 看看是哪位幸运观众 好 停 好 恭喜尾号128的观众 我们的工作人员 会尽快和您取得联系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明天可以申购的 两支新股 一支是诺邦股份 73238的申购代码 发行价格是三块三毛一 上限是一万两千股 另外一个是安景食品 732345的申购代码 11块一毛二的发行价格 两万一千股的申购上限 明天在盘中 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仍然可以进行新股的申购 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明天在证监会的通缉会也好 之后看看有没有 下一周新股的一种申购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这个具体机会的一种选择上 张老师呢 也有他自己的这个投资锦囊 目前的这个收益率呢 有4%张老师更多的看好的 还是一些这个代指数的 或者说权重 但权重也有很多 你说怎么选 我不知道您在这个 自己的锦囊当中 或者您给投资者的这个建议 或者倾向于哪一类的权重格股 其实从元旦之后的节目 其实我一直的观点 是相对求这种潜伏式的 就是说位置相对不高的权重 你比如当时我就提到 你可以考虑去布局一些券商 那么券商整体位置不高 包括当时也提到一部分的保险 那么一部分的保险 就是说它不是在相对高位的 一些保险股 那么目前我觉得这些个股 依然还是可以做一种积极的配置 因为毕竟就像我刚才说的 它位置还是不高 你不要等它长起来 才想到再去追 那么这是每个人操作风格的问题 当然小的里边 你也可以去适当的配一部分 配一部分呢 但小的弹性比较大 可以操作能力强的 做一点高抛低吸 那么做一点这种盘中的这种小波段 那么从整个一个短期 我刚才也表达了就是说一个观点 就是说无论是主板还是小板 其实确实我们如果以一到两周的时间来看 确实上扬的空间并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说你仅仅一年 只是为了操作这一两周 那么我觉得也并不是大部分人能够做的 那么更多的我倾向于投资者 可以做一些中线的布局 那么这样才能获得一年比较好的一个收益 那打个比方 比如说现在回过头去看 16年 大家才看到2638是全年的低点 那么现在的3044 我如果把它做一个类比的话 那么我也倾向于3044的级别 有可能跟去年的2638可以类同 2638去类比 对有可能就是整个17年的一个全年的低点 那么所以说作为投资者来说 你现在在离这个位置不高的位置上 你没什么做全年的布局 不可以做的呀 不要等回过头来到17年年底了 回过头来才想 原来3100312并不高 那么这个我觉得才是我觉得投资者要去做的 我觉得之前您有把3044类比于2969 当时有这样一种判断 现在如果说把3044类比于2638的话 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现在这个位置上能和当时的2638去相提并论吗 那么其实我也是给投资者一些信心 因为我知道现在大部分中小投资者 被这一年半的行情已经折磨得没有信心了 那当然我这样说是很大胆 只这样做去类比 我也相信有些投资者 因为他没有这样一个后面推手去推他一把 他确实现在不敢去买股票 那么我所以才大胆地说 3044有可能就是类似于2638这样一个级别 好 这是张老师的观点 当然每个人有自己的研判的依据和研判的理由 也有自己看好的品种 当然最终呢 还是您自己这个听完我们嘉宾的分析之后呢 做出自己的一种投资的判断和选择 接着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在微信上的选择情况 然后稍后来听几位在操作上的建议 在微信上呢我们今天说的是 方量突破六十天线 您会如何操作 从我们今天的这个调查的比例来看呢 我原本以为说可能A会少一些 但是少的这个比例倒不是特别的多 选择A的44% 选择B的56% 你看更多的人选择等回踩 但整体来看其实这个比例也并不是特别高 我们再来看一下仓位的情况吧 加仓减仓空仓的比例 今天你看 减仓的比例最高 31% 但是要注意一点 空仓的比例这两天 尤其是今天明显下降 今天只有9% 之前都是百分之十几 甚至达到20% 但是今天一下子下降到了9% 换句话说就是加仓和满仓的确实也是开始增加了 百分之17 百分之19 百分之24 好 我们来看看神老师吧 你看好钟小川 你给大家一些选择的品种上 应该什么样的建议 选择的品种上呢 我还是比较看好 有确定性体裁的 比如说就是那个数字货币吧 数字货币应该说 今年我们中国央行应该是比较确定的 而且一个好像一个研究所已经成立了 专门研究这一块 我们中国人民币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数字货币 那么从数字货币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上它涵盖的板块又是比较多 它可以涉及到区块链 涉及到网络安全 涉及到移动支付 涉及到芯片 芯片制造 那么我们看看这些板块呢 大部分似乎又是处于一些小票过程中 那么我们可以对这些 去有确定性的体裁的一些个股去从技术上 技术上的买卖点来予以一个操作 那你觉得这种选择 因为现在好像没有看到明确的事件推动的因素 是那种中长线的布局 还是说有事件催化器出来了 你可能才会着实的提前一点点去布局 这个我们基本上认定这个板块了 其中去选出几个标的 然后严格的按照技术指标来进行操作 基本上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事件是一个确定性的事件 所以它坏也坏不到哪去 所以你在逢 只要是逢低 低位买点出现的时候 你介入的话 一年你就盯着这个板块 腾挪几次 就算也就可以了 好 就是在你看一年盯着这些品种腾挪 在张老师看来 就一年盯着那些大的东西去腾挪 然后看看王立敏 刚看到减仓的比例还是比较高 大家还是觉得可能要等回调 对 我觉得参与投票的 估计更多的就是一千万 一直在这交易来的 还是活跃的账户 他们其实某种意义上 我觉得很有意思 几次节目观察下来 就是投票的操作的一个判断 跟自己的仓位判断 其实是看似矛盾 其实背后就是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逻辑的 就是可见场内的一些操作 从那样的一些资金 还是非常的 就是打引号非常高明 就是它还是包包低息 跟